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今天在我们的场上又会听到 怎样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张先生55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 杜女士49岁来自安徽会计 她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我打了半辈子的象山 让她拱手送人了 她现在天天作妖 不好好过日 她太强势 什么都要管 太幼稚 难伺候 你愿意和她互换身份吗 我愿意啊 天天呼风唤雨 那多自在啊 愿意啊 每天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 多舒服啊 就听上去这不太像 老公和妻子之间的抱怨 有点像妈妈和儿子 是啊 是吧 一个说强势 然后一个说幼稚 这不是争权夺利吗 对 有一点错位 所以两位在生活里头 矛盾是挺大的 那今天来到这儿 究竟是怎么了呢 因为我们结婚有28年了 之前家庭还是比较和睦幸福的 自从孩子读研出门以后 家里面就剩我们两个人 三句话不说就要吵起来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作妖 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吗 这是天大的事情 我辛辛苦苦打造的江山 搞的公司 好不容易有这个 你一下就送人了 也就是说您创业有了一间公司 您妻子没经过您的许可 把公司送给了别人 对 其实也不是这样讲得那么夸张 你都快60岁了 以应酬你要喝酒 每次都喝多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稳定 有时候靠那个药物来控制 都控制不下来 你也以自身身体为主 所以我说给弟弟的 也是那些烂账 留给他的都是那些 可以说每个月定期结账的 又挣点小钱 然后又能出门完完多好嘞 不好意思我没听懂 就是说把公司送给别人 是送给你弟弟了吗 对 是把公司的股份送给你弟弟了吗 不是股份 生意 一部分难缠的生意给弟弟了 这个客户 你弟弟拿走之后 他有为公司挣钱吗 弟弟打点的就归弟弟了 留下的部分是归我们了 这听上去就是一个架空的故事 处心积虑 把自己丈夫的生意 所以他就很抱怨很抱怨 他一直延续到什么程度 要跟孩子吃醋 我们孩子考研之前 我们就说了 我说孩子你好好加油干 考研以后 我们给你买个最好的手机 稍等大姐 我觉得你在逼中就轻 咱们这个公司的事 还没聊清楚呢 马上要下一个话题 手机了 咱们别逃避问题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 这家公司整体赚钱吗 赚钱 好的 如果是一百块钱的话 现在弟弟能挣多少钱 你们挣多少钱 二八这样的吗 弟弟是八 对 很明确吗 那个大姐笑了 你觉得这是在给老公减轻负担啊 还在转移资产呢 但是弟弟他是一直跟着我们后面做生意 给弟弟发不发工资 一开始基本上就是补助一些 没有在工资表两年做工资 后期我感觉弟弟已经对吧 已经成熟了 就感觉有点有愧于他 相当于一种补偿那种形式的 但是他就不乐意了 我得问一下 就是这个客户关系 您给弟弟就给弟弟了 难道那一些客户 就是这么听您的话 不跟您老公进行沟通的吗 弟弟搞售后 我们这一块售后是最主要的 因为机器维修这一块 所以弟弟后期 跟他们打交道就比较多 所以你早就规划好了是吧 就让弟弟学技术吧 大姐是笑面虎 因为弟弟他年轻一点嘛 脑子比较好用 他学理科的 他是学文的 对技术这一块维修 他是可以说不管不问的 您有收入吗 我 我是从事会计的 这个厉害 所以 一个早走钱 所以你是把控着老公 或者你们这个公司的 那个核心命脉的对吗 基本上可以控制 以前不控制 以前都是他 谁是大股东 或者是这是一个个人的公司 其实他全部他 全部他一个人 弟弟是只带技术带人 没有资金注入 成 我们不说这一块了 都明白这个家里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他这个手机 他就一度的意见 到现在都没同意 我们除了手机和弟弟 还有什么矛盾吗 365天 不是说天天收快递 那是隔三差五的 往家里面爆快递 有时因为我是上班早上晚 他在家里面 突突突突突突 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那个鸡脚咯拉里面 塞的都是 我就说买了什么东西 他说那不我买的 那是儿子买的 更可笑的一次是吗 他把那个衣服 真的都很长很长时间了 包装都没拆 我说你衣服什么时候买的 我买好长时间 我说好长时间 为什么不穿啊 然后他说 我都忘了 我说你不疯了吗 你自己有衣服穿 你还要去买 然后买了你都忘了 你又不穿 那你买了我干什么呢 我买的东西 也不是买一个 什么奢侈品贵的 我都是网上在做活动 这时候买的 我认为是家里我没的东西 都买哪些类的东西啊 什么都有 跟你说 这什么都有 比如扑马桶那个东西啊 阿姨连买的都没拆封 我买的东西 他今天我买的可能没有用 但是以后会有用啊 对未雨绸缪 对未雨绸缪呀 就是心里不快活 就要去多花点钱 主要是心里堵了 不是马桶 大钱花不了 我小钱我天天花 网上买东西花的钱 都是多少钱呢 买那些东西 不贵 那鞋都二十块钱 他是给自己买东西多 还是给家里面买的东西多 给家里买的多 所以就是在家里面 他就讲我太强势了 压了他都不能买东西 我说我强势 都是有原因的 在家里 老师们可能不相信 他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那个衣服在阳台 一个月不收 他绝对不会去收 所以你还得收好 叼好还给他封好 更可笑的 更离谱的是什么 一日三餐 得把它做好 我是早晨出去 晚上回来的 吃饭前要跟他说 你这顿吃什么 那顿吃什么 有一次我是着急 饭做好了以后 我就急得走了 上班了 到公司以后 我想着再给他打电话 公司一忙又忘了 晚上回家以后 那饭菜原封不动的 全在桌子上 这个饭我是故意不吃的 那个饭放在桌上 我看见了 但是我想了想 我还不能吃 我不知道这个饭是 做给谁的 回头来 又贫通改善的骂 我太惨了 以前有没有发生过 就是他做好了饭 你吃了之后 然后他骂你 他怕我 对 饭我没交代清楚的 或者他没听懂了 他多吃了 然后血糖 不能我们来 我和你骂他 所以他吃东西的 他就提心吊胆的 会不会有这个事 是不是给我吃的 是做一顿吃的 还是三顿吃的 他搞不清楚 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 我们两个是都想来 他想翻身 我想 你想把他摁得更紧 我想姐姐摁 所以希望我们出一些招 帮你把你的老公 以前只摁下了头 现在我们老师们 帮你摁住手脚 所以我不说吗 在家里面 他说我管得多 我讲我家里面 我不管 谁管了 对吧 必须要有一个人 来管事情 对吧 那我说你在家里面 你这样 不然出门 也这样的丢人现眼 对吧 我们过年的时候 到海南 孩子的同学 也在海南 那我就跟孩子说 你规划一下线路 然后我们到地方以后 他就开始不乐意了 你什么时候 到东坡书院去 我问孩子 我说有没有 孩子说 那个不是在一条线 看一看 不快活了 那是你的线 书东坡书偶像 我想到偶像的 这个带过的地方 去看一看 开始翻遍了 说行 那你们去吧 我不去了 我今天就在警战睡觉了 我说你九年十二点 退房了 你到哪去睡觉啊 那我不管 那那就是你们的事情 我跟孩子两个 硬的软的 好不容易 好妥协了一下 给他搞到车上 到了今天以后 说行 凡是今天 我又不想去的 你们去吧 我在车上睡觉 我说你又花了钱 开车到家里 你又不下去 那你在车上待着干什么呢 我就轰小海洋 又把他轰到那个海边 下海了 控制不住了 我在我站着海水很冷啊 以后又上来 他在海水里面 给孩子们在一块 疯啊 玩啊 我就想待在海里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上一次上海 是1987年的时候 我下的海 这隔了多少年了 我又下海了 我又跟孩子们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下海了 我特别高兴 主要海里还没有老婆 我在外面享受一下都不行 你享受过了 那你不要成狗熊啊 第二天不得了了 在宾馆里两个腿 抽筋 不能走路 更离谱的 你想回来的时候 我们从海南 因为海南热嘛 穿半年秀 回安徽 然后我跟孩子 前面开车 我也管不了他 他一个人在后面 穿个半年秀 至始至终 他都不加衣服 后来回家 他生病了 他跟我说的 所以我在车上睡觉 都动醒几次 你也不管我 也不给我拿衣服 回家发烧 烧一个星期 掉水一个星期 咳嗽一个星期 拉肚子一个星期 然后又浑身上下 去红点的 养一个星期 真正快一个月 在这个事情 完全怪他没 把我这个人家买好 为什么 我不会开车啊 他跟我儿子 在坐在前排 衣服来放在车最后 他应该把这个 衣服放在我手边上 这样我就不会 那你咱不让 让我帮你穿好呢 你坐在周围上 我来帮你穿好 从上到下 都把你袜子的脱帽 都给你戴好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情就是你这个问题 所以呀 他在外面跟你说 跟你在家里两个人 在家里都恨得不得了 在外面对朋友 可以说拿命去交朋友 他朋友买一辆车 跟我们一样的 那天我上班骑车 真的都急得要命 怕迟到了 他紧打电话 我又不接 然后紧打 真的打了有几分钟 我没办法 我把车停下来 我问你什么事情啊 我朋友买一个车 跟我们家一样的 说那个保养 怎么保 我说他问销售不就行了吗 他说那不行 他说你想一想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也生气 我叭就 电话挂的了 我说你这个人 真是的 我自己一样买车 你咋不这样关心 你人家买个车 你不得了了 活就活了的 有那个必要吗 更离谱的事情 他朋友 外地的朋友 孩子一考 在我们合肥市考 订宾馆 真的好难订 然后他朋友托他 他呢又把我拽着 俺俩跑了几天 找了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 结果把地银也交了 房租也交了 他朋友来了 因为我们都有事情 也没有时间陪他 就亲了三个人 吃了一顿饭 然后又找人 租了一辆车 接他朋友 孩子考试来回 算算花了几千块钱 然后朋友回去以后 半年之内 也偶尔的还联系 现在是杳无音信 我说你花了几千块钱 要随力都不想 我朋友从远处来 我作为东道主 我肯定要热情 接待一下 而且他还来这办事的 那我能帮上忙 对吧 我这是进入自己所能 我去帮着他 我们自己孩子考研呢 跟他没有关系 看他陪着 他还不是很情愿呢 说不去还就不去了 你自己就能 搞定 我干嘛要去呢 在家里面就是这样 给你俩作妖 搞到孩子 一听到我们俩人吵架 就能不想这家 待着不想呢 只要一回来 都找同学玩 基本上都不怎么 在家里面待着 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你在家里面 一直强势 一直强势 你想得比小孩 压成什么样的呢 所以他老说 孩子考研到北京去 都怪我 说孩子不愿意 在家待着 你太强势了 不然去强势 我儿子也是受压制的 所以没有人知道 儿子怎么想的 对吗 对啊 那么我们也 跟儿子呢 沟通了一下 我们听一下 跟儿子的这个 沟通的情况 那我们要听听 孩子怎么说的 我们都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吧 我妈这些年 确实挺辛苦的 就我爸有时候 确实爱犯点 小孩子脾气 平时我们都把我爸 就当小孩哄着 但是他们俩脾气 确实都有点太大了 就像我小的时候吧 真的他们一吵架 我就觉得特别可怕 到现在他们俩一吵架 我都不敢置身 所以我就也 挺希望他们两个 能够好好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的 听到孩子认可 我的辛苦 认可 认可 哪句话是认可 我的辛苦他认可 孩子能看 他认可了什么呀 认可了爸爸像孩子 你一直照顾他 是吗 我觉得孩子讲那一个 妈妈辛苦 我觉得就很值得了 确实是对小孩 付出很多 所以你们没有听出来 主要的问题是 儿子说 因为你们总吵架 这个家我才待不下去 你们只听到的是 儿子有没有看到 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所以他认为 孩子考验到北京 就是因为我的原因 听见跟他吵架 好 是啊 那我们既然这样 是吧 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在孩子面前 或者孩子不在家 我们也可以做到 不吵架吗 那么在家里吵架这事 都是由谁挑起来的 他的那些做法 就让我看了生气 我生气我就想发火 我一发火 他就更发火 结果两个就活起来 我觉得问题 基本上都是他的问题 您在家闲着的时候 都在干嘛 有的时候呢 我一个人出去走一走 或者自己写点东西 就是反正有事干 那么当妻子下班回到家 你是觉得更开心一些 还是会心理压力很大 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很高兴 但是有的时候一回来 我就觉得一吵 我就非常生气 控制不住 就是实际上 我就控制不住那种 您记得最近一次 吵架的内容是什么吗 那天晚上跟几个朋友 小野搞得吃了 12点人回来跟我吵 11点半我给他打电话 都不接 一打就按了 一打就按了 这个朋友在一块剧 老接电话也不好 对吧 你老打老打 这是问题 所以来之前我们还 在孩子 正好周末嘛 孩子还在家 吵到12点多 气得要命 所以协调不了了 所以我们想请老师 想请各位老师 看看能不能把我们 这个矛盾 给他 我也希望请各位老师 帮我们治这招 能够解决我们两个 之间的这些问题 对 现在我们也都听明白了 我们先听听在场 一直在听着的 马女士和吕先生 您二位听着 哥哥姐姐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 真的觉得你多余管 谁说一定要女生 一定要女人 去操事家里的一切 你就放任她不管 不就完了吗 二十八年了 就是已经一种习惯了 又爱她 希望她身体好 到了了 我们两个互相照应 你指望孩子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她也懂的话 那她也不会让你这么累啊 她认为我管得太急了 太细了 太压她了 所以她接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叔叔 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这个你比较羡慕我 阿姨把叔叔 就是平时照顾得这么好 就是哪怕我老婆 要能把十分之一的心思 用在我身上 我觉得我今年可能 就不会来这了 好了我们来听听 我们今天情感导师的看法 首先你们俩很相爱 这个事情我们能看出来 你们也很在意对方 但是叔叔 您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你不能享受了 他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然后你跟他说 你不要管我那么多 你不能够让他 已经照顾了你 和照顾这个家庭 几十年的情况之下 完了去跟他说 嗯 你就有问题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这个模式是你潜移默化 给他培养出来的 你知道吗 在这二十八年里面 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个阿姨是在高位 刚刚阿姨有提到说 她想要跟您一起相互照应 等你们老了以后 她其实是不想给孩子 添负担的 那你们两个相互照应 您觉得您在生活中 照应了她什么呢 以前做的不乐的话 我以后多做一点 对吧 你看吧 其实阿姨就想听这句话吧 接下来我跟阿姨说话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其实您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因为你一手可以控着丈夫 一手可以控着儿子 但是您不要保姆式的 情感绑架他 或者是您的孩子 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 自己独立的人生 你保护他的方式 可能是削弱了他 独自面对人生的能力 对 然后你跟他多表达一点 你不要老是指责他 这样以后 对于你们的孩子的婚姻观 会有一个比较良好 比较健全的引导 说完了 我和温嘉尔老师的观点 略有不同 我觉得这里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财产的传承问题 第二个是个尊严问题 您弟弟是自己有孩子吗 有 两个孩子 您弟弟挣了钱之后 这个财产会继承给您儿子呢 还是给他的孩子 那是肯定给他自己的孩子 那您老公挣了钱之后 这个钱挣了是给您儿子呢 还是给他孩子 那是肯定给他儿子 这是无庸置疑的 对 那比如说你老公还能再挣十年前 这十年能挣比如说五百万 这个五百万本来是给你儿子的 对吧 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五百万里面的 百分之八十 就是四百万给了你弟弟 那相当于这四百万就给了你弟弟的孩子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 就是你把原本属于你们家族的财产的继承权 给到了你弟弟那边 让你弟弟那边形成了他们的财产继承权 就算你说今天你要帮你弟弟OK好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公司里面 直接把百分之八十的钱 直接给到他呢 第二个是呢 我觉得是个尊严的问题 男士在家里面肯定干活干得很少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女士肯定很辛苦 但是往往有一点就是我可以照顾你 但我绝不会给你尊严 他就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你们两个人今天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其实非常建议啊 先生 生意你必须拿回来 这是你唯一目前可以捡回你尊严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大姐 你要思考一下 关于尊严这件事情 如果你一直这么去对待她的话 你要想一想 你儿子和你儿子未来的媳妇 会怎么对待你们二老 对对对对 你未来儿媳妇对待你们的态度 就是从你身上学的 所以给人尊严 可能比给人吃饱穿的更重要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跟我一样 非常赞同陆琪老师的观点 而且自己还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困惑 需要得到陆琪老师的帮助 您添加他的微信公众号 同时请亮明是爱情保卫站的 忠实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将会得到陆琪老师的新人礼 其实我觉得张先生和杜女士 你们两个严重地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错位 就是你看 在生活当中 可能你是一个老师 你是一个会计 你是一个母亲 但是你唯独就不是他的妻子 给人感觉就是这样的 男人是要捧的 女人是要宠的 但一切都是在有杜的基础上 那为什么今天你的男人变成了 现在你不喜欢的样子 因为当初你们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你就没有给他足够的这些 你没让他觉得自己很强大 你从看开始一直否定他 一直否定他 他就要在生活中找存在感 那我公司都没了 我什么存在感都没有了 我买个快递的权利没有吗 你做了饭 我不想吃的权利没有吗 我下去玩水 我就想玩了 我生病 我想玩的权利没有吗 所以他一直在要这个东西 你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给他这个东西 所以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是要有度 关爱有度 不要像妈妈 捧他有度 不要到捧杀 宠他有度 不要宠到他到天上 我觉得一切就把握在一个天平的范围之内 夫妻之间不就是这样吗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他们俩啊 谁更像孩子呀 这大姐更像孩子 因为你压根没有成长 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你有三个角色非常失败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作为姐姐你是挺失败的 别以为你现在好像把公司给弟弟 立会儿我跟你详细说 你作为妻子失败在明面上 你作为妈妈也很失败 咱先说姐姐这事 你真的你现在把80%的利润给到了弟弟 弟弟会感谢你吗 未必 他会觉得自己这是应得的 因为刚才我问到一个细节你是这么说的 之前弟弟来这里合作都不给工钱的 是帮衬的 在那么多年里头 你弟弟心里头会舒服吗 他是有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是有家的呀 他凭什么来帮姐夫来打理他们的事情呢 所以他夺权是有他的诉求 你和老公啊 你完全不把这个大股东放在眼里 他上台自我介绍是什么 自由职业者 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公司的一个大股东 或者是一个公司老板说自己是自由职业者 这个自由两个字 多不自由 他给了他自由 多悲哀 你给你老公什么了 恰恰就是压抑 你还挺美 你现在还笑得出来 我告诉你儿子的事情才可怕 他在最重要的一句话说 你的关系很可怕 所以他不想在这个家里待着 对吗 这就是你周围三个至亲啊 爱人 亲人 孩子呀 你怎么把你的家庭关系 亲爱关系 弄得这么一塌糊涂呢 你还笑得出来 你老公的很多的缺点就是被你压抑出来的 接下来怎么做 很简单 公司的事情 说清楚 弟弟怎么分配 弟弟有他的优势 他做瘦后 他年轻 他身体好 对不对 可以你们做一个重新的划分 值得哪怕给他股份 一清二楚 你们之间就不会这么 就这么奄奄有矛盾了 公事 说完了 私事 你要想让老公成长 你就给他机会 老公买的那些东西 价格咱们先不说 就说他用途在哪儿 百分之八十都用在家里面 你不认可 你打着一个关心的这种旗号 爱的这种旗号 你再绑架着所有的人 赶紧放权吧 好吗 只有放权 你才能真正让这个家 回归于家 公司回归于公司 好吗 否则一团糟 许位老师都相对温和 我建议直接分居 因为在我看来 跟您接着过下去 日子恐怕是越发艰难 您现在对丈夫 不只是说挑剔 您是嫌弃 我觉得你在自己的丈夫 进入到你所谓的 老头子的年纪 就把他的这一些客户关系 转给自个儿的弟弟 是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 更加强有力的靠山 这个靠山必须还得年轻 扛得住我老公 一旦因为年纪大了 可能经营不了 可能应付不过来的那一些 你把弟弟当成了保险 我还建议分居是因为 你对他的健康 其实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所以才会出现了 在一个车上 你嫌弃这个人 坐在后头 居然敢穿短袖 我们都是做妈妈的 家里如果有一个孩子 在车上衣服够不够 做妈妈的 可能来回都会看 假如按照你所讲的 我一直把我的丈夫 像孩子一样 我细心照顾了他 二十多年 那么你也肯定 扭头会看一下 你自己都会想 收衣服的时候 后衣服都被我收起来了 你有衣服吗 没衣服你在后头冷吗 空调用给你开大吗 这都是坐在前排的人 肯定会想到的 甚至刚刚你所说的 我们现在只有了健康 健康是为了什么 健康是为了照顾你 你说的是不给儿子添乱 但你当时看着他的时候 你希望的是 他的健康能够照顾你 能不给你添乱 以后怎么办 这男人敢生病吗 眼下他唯一有用的地方 在于他的公司 他为这个家创造的价值 你一直在嘴里不停地说 说了几十年 让所有人都相信 这个家你最辛苦 当一个孩子脱口而出 我妈妈辛苦的时候 我不觉得是他看在眼里 妈妈辛苦 而是因为妈妈 二十年如一日 天天说 你看我多辛苦 忙完你忙你爸 忙完你忙你爸 你把辛苦两个字 一直当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每个人一说起妈妈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都会挂上两句 他很辛苦 刚刚你说你的丈夫 和你来之前的最后一次吵架 是因为到了十一点半 他居然敢不接你的电话 我以为你是担心他喝多 担心夜里有问题 没有想到你气的点在于 居然他都到家都可以不接我的电话 明知道我不喜欢他不接我的电话 他却居然敢不接我的电话 你从来没有担心这个男人的健康与安慰 你只关心的是 我还能不能牢牢地控制他 这些话不好听 请哥哥姐姐们好好想想 有请我们今天第二对小吕和小马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吕29岁来自天津健身教练 小马28岁来自天津私营业主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他有什么缺点 他总是强人所难 教我做事 他根本听不进去别人说话 永远为我独尊 怎么评价你们的感情 他只要不找事 我们就不会有矛盾 我们现在就像合租室友一样 一点温暖都没有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切顺其自然不就好了 我真的希望能变成幸福的三口之间 现在是结婚了但还没孩子 对对对 所以您希望变成三口之家 是的 讲讲您妻子有多强势吧 我们现在就是结婚两年了嘛 一直就是没有孩子 就是我觉得现在他的就是心思 根本就不在我跟那个家上面 所以说想要一个孩子呢 来维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关系 我就是主张可以顺其自然地要孩子 我不着急的 但是他总是逼着我 然后呢还对我的生活 指手挂脚管这管那 特别影响我的工作还有生活 我们两个就是19年 因为工作认识的嘛 恋爱了三年 然后到现在结婚两年了 他婚前婚后 我就感觉病患特别地大 婚前什么都听我的 婚后就开始管我的饮食 还有健身啊什么的 像饮食吧 我每天就吃鸡胸肉 还有蔬菜 水煮菜 馒头 就这些 老师可以看看照片 那不是你让我带你减肥的吗 我让你带我减肥 但是我没有让你 天天就给我吃这些东西 是你要减脂 还是他要让你减脂 我也想减 反正这点我觉得男生没问题 你想减脂 不是他想让你减 我觉得也没问题 然后嘛 健身也是 就是我喜欢去健身房 但是我现在变成 我去健身房 就是要上行你知道吗 就拿推荐来说 我推7.5公斤 他说 你怎么推不起来呢 你怎么就是这么没力气呢 我中午就吃那么点 我推得起来吗 我 是他让我带他健身的 而且就是我给他安排的训练 都是他能够完成的 只是说过程当中会比较累而已 如果说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那需要我干什么呢 你对于我来讲 我是你老婆 你对我是不是应该太多温柔一点 或者说 跟我来点小重量的 咱们多次数的 对吧 他不 直接给我上大重量 我推不起来 他还让我推 不推不就完了吗 你走呗 我当时就是这样 所以后面我没点下来 你看还是无效的 所以其实我是 占这个男生的训练方式的 但是他可能 你给他加一点爱 在里面加一点爱 可能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 他让我去 就是改善我的饮食 还要加强我的锻炼 就是为了让我生孩子的 他还逼着我喝中药呢 他 我让你喝中药 但是你喝了吗 给他开了三个月的中药 喝了三五次 后面就不喝了 是你给他开的吗 不是我给他开 我们俩一块去开医生嘛 你们俩为什么一块去看医生 特别还让我生孩子嘛 想啊 所以您也是想去的呀 您自己也愿意让医生看看 医生调理呀 我想去调理我的身体 这跟生孩子没关系 我想调理我的身体 是我让我身体更好 对呀 那你就喝着你的 他只是祈祷 这一副药同时还能够有 对吧 他祈祷他的不就完了吗 他天天盯着我喝 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了 这两个药冲突了 我就放下了 他还是不依不饶 天天盯着我喝 他假如在生活中 不提药孩子这件事 逼你喝中药 你会觉得这人是爱我 让我按时按点喝药 对吧 那也不喜欢他管着我 我想喝就喝 那不带这样的 医生都跟你说了 你喝药一日几次 什么时候服用 是 你丈夫在一边 帮你监督着 跟个闹钟似的 对 你觉得闹钟是害你 嗯 我觉得我想喝 我就喝了 但是人总有可能会忘了吧 那他呢 你这都没喝啊 你赶紧喝 对啊 他不就是用来补充 人总有忘了的时候的 那个闹钟吗 那种命令的语气 反正我现在觉得吧 他让我喝中药 改善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逼着我生孩子 其实我之所以想要这个孩子呢 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现在呢 他就是太不会照顾人了 基本上 我怎么不会照顾人了呀 你还叫会照顾人 就之前有一次 我去参加这个健美的比赛嘛 当时就说要陪我一块去 我其实当时心里还挺高兴的 他让我陪他去比赛 就是拿我当佣人使唤呢 其实 怎么叫拿你当佣人使唤呢 我就是说比赛前一天 让他帮我做顿饭 蒸点米饭 煮个鸡腿肉啊 你说我这要求过分吗 我白天去菜市场给他买菜 中午然后给他煮鸡腿肉 晚上还陪他蒸仨拿 但是他对我就是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态度一点也不好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 就为了这一天 然后让他帮我个忙 然后他就说 我拿他当佣人使唤 然后结果呢 自己扭头走了 自己回去了 当时我觉得就是 要给他加油诸葳 我必须在台下看着他 要给他呐喊 但是当时那个比赛 我进不去 我只能在我那个房间里 看着直播 等着他比赛 那我觉得我在这存在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干脆走了就好了呀 不光是你进不去 但是别的运动员的家属 都在那陪着 就唯独到你拍屁股走着 冷决合适吗 我问一下 就是健美比赛嘛 你要脱水啊 要那个做饮食啊什么的 还有很多要做的东西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让他去当助理 不是让他去当观众的是吧 对当时是他说要陪我一块去的 因为之前就是比赛的时候 都是我那个师兄啊师弟 他们陪我一块去的 对所以你就没有带别的助理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那你有跟他说清楚 你需要他做这些事吗 我跟他说过 我说到时候可能让他帮我做个饭 所以你给他的预期是你来当观众 摇气呐喊就行了 但事实上是要让他干很多活 对不对 然后包括是有一些专业性的活 是吧 对对对 那就是你自己没说你慢吧 而且就是说生活当中吧 就这种事还很多很多 就是比如说有一次吧 我当时就是生病了 发高烧 当时是39度8我记得 让他陪我去个医院 但是当时呢正赶上他要出差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留下来 陪我两天等我好差不多再去 他转天一大早 自己直接就走了 我那天早上是早班机 我只能就是很早就出门 我也不想叫他 再说了他一个小小的发烧 我去医院输三天一夜 还得我排着 因为他一个人 我要打落后面所有计划 我机票酒店全都订好了 每次就是在这个工作和我之间 他永远就是选择工作 不是 你一个男人 就是你不要那么脆弱好不好 我觉得 男人怎么呢 男人就不需要被照顾 男人就不需要被关怀 就应该不问不问 太脆弱了 他不光不会照顾人 而且现在就我说的话 他也不听 就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工作上吧 他现在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摆市集 有的时候这个节假日 人多的时候让我过去帮忙 你说这做生意吧 肯定是有成交的 有不成交的 有买有不买 你说卖出去了肯定是好 赚钱了嘛 肯定都高兴 有的顾客这个不买 然后他就对这个顾客的态度 就特别不好 有一次甚至就把这个客人给轰走了 就是那天就是这么个骚 父母带小孩来 我摊位前来选东西 你正常都是没有问题 你随便看随便选 但是呢 那个小孩就属于祸祸了 一顿落滑滑 他的父母不管的 我提醒完没有用 当时我肯定要制止他的呀 我难道还要让他把我所有东西都弄弯吗 对吧 那你要如果有自己的孩子 你就会有同理心 你会觉得能理解他的做法 不是 这原因为什么要理解他 那不是我小孩的事 大人找他买东西 跟他划价 你说划价不是很正常吗 然后他直接给人轰走了 有的时候就 正常划价我都能接受 那人就是捣乱来的 二百块钱东西 他问我 你五十卖吗 我不怼他 我怼谁呀我 每次我一说他 就是总有理总有理 我说一句他说十句 而且现在就是我觉得他 生活当中就越来越不让我当回事了 就现在我们两个在家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不了两句话 就即使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各吃各的 基本上也不说话 他天天就自己在家 在那看手机 我就是周一到周四 我要去出差代购 我五六日我就试急 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我觉得会点累 我就想看手机 他都不行 而且就是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他贴个防溃瓶 我去天天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我不知道他防谁呢在这 我工作性质就是这个样子呀 而且结婚前他同意的 他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给我吵架 而且每次吵人家说什么啊 那个这周过不能帮你搬东西了啊 你惹我了 我去市集那么多东西 我还不会开车 我根本就搬不动 那当时说的也都是气话 而且最后哪次没帮你搬呢 这个结局是好的 中间你为什么要让我生气呢 我就不明白了 而且他不出摊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好像没有一个私人的时间 我说出去咱俩这个健身啊 或者说这个出去逛街啊 打个球什么的 他也不去 约他的选项他都不喜欢干啊 哎 但是他有没有比你去做一些 他想的你不想的事情呢 比如说没讲 没有 他没有自己的时间 他的时间全在工作上面 我们俩平时都不怎么说话的 你想 好了 那平常你们在五一 或者节日之类的 情人节之类怎么过呢 有没有仪式感 没有 可以说是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就平时我是说这个情人节啊 说出去一块过呀 本来都准备好了这个礼物啥的 然后结果他也去不了 然后五一十一的这种说 可能朋友出去聚会的话 他也去不了 然后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个就是挺重要的朋友 就从国外回来 然后我提前两周就跟他说了 他当时就回复了 哦 我以为他就知道了嘛 结果到当天的时候吧 我说咱出去吃饭 然后他结果跟我说 不记得了 忘了 我那个欧代表了不确定性 两周之后的事谁能确定对吧 恰好那天他又是赶上了一个周六 周六我又是出世纪 我没有办法 这种事情其实也发生过 也是五一 他朋友约我们出去玩 我撂下了我的摊位 让周围的摊主去帮我盯了一下 人家好心帮我盯的 我不能不管人家对吧 我们得回复价格对吧 他说我不礼貌 所以我觉得那与其这样 我干脆以后这种聚会 我都不去就行了呗 那您说平时我们俩 我喊的出去 他也不出去 一块聚会他也不出去 那什么时候出去呢 那休息的时候总有吧 比如说过年之类的 在一起就开开心心就好了 谈恋爱三年 结婚两年五年的时间 大年三十就没坐在一起 吃过一顿团圆饭 大年三十你也出贪呀 是的 大年三十晚上 比如说四点以后到八点之间 这四个小时的时间 你大概能挣多少钱 几千吧 所以你觉得几千块钱 和跟家人吃年三十的饭 是几千块钱更重要是吗 几千块钱 我挣了之后 我可以给他们家去买东西呀 我父母需要是你这点钱嘛 那不需要更多就是陪伴吗 您没有回他的家 但是也没有陪自己的爸妈 对 我父母就是不说什么 那你父母不这么说 不代表他们不这么想 但是这样就可能就影响 婆媳之间关系了是不是 有一点 姑娘 我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结婚 就是我们俩谈得比较久了 父母都有一点催我们两个的意思 然后就结了 你只字不提 他有什么优点 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 就是因为谈的时间长 父母给压力 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 但是他确实也是看重他的人品 然后就是各方面 我觉得跟我也是比较契合的 我觉得你现在不需要他 我觉得我自己确实 也可以过得很好 你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我跟他也可以很好 他这个婚姻状况我很欣赏啊 我觉得你可以拥有这个老公 也可以不拥有这个老公 你来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没有你也是我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他挺好的 没问题 但是爱是要相爱的 就是老公认可吗 如果老公不认可 那他们俩就不会在一起 是老公变了呀 老公在谈恋爱的三年里头 永远都是陪着我 但是我结婚之后 我老公就开始不理解我 你明明都看我这样工作 工作了三年了 你为什么在结婚之后 你开始管我 而且呢 总是在说一件事 就是特别讨人闲的 就是我希望他生个孩子 来学会怎么照顾人 对 我希望他生个孩子 他就可以不这么忙了 对 我希望他生个孩子 他就懂得家庭是什么了 但是那是男生无力啊 他不知道怎么能够触动他的心呢 我也没有办法 他不知道啊 屏幕都已经防亏了 你说你不要看我 你不要了解我 就是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没孩子 您觉得您的婚姻 是不是真的就维持不下去了 我没想好 我再问您这个问题 假如没有孩子保持现状 这个婚姻 您觉得需要挣脱吗 他如果还是管我这管我那 影响我赚钱的话 那我绝对受不了 我觉得要挣脱开的 假如不小心有了孩子 孩子成了挣钱的脱油品 怎么办 那就让他去想办法 你男生对吧 你让我怀孕了 就让你去解决 让他解决钱是吗 对 你来解决钱的问题 你当我赚钱了 对吧 那你就把这钱给我补回来 所以大概 你觉得要生一个孩子 他每个月得补多少 至少怎么也得七八千 多挣个七八千有问题吗 没问题 那你平时为啥不努力 我觉得就是 我挣的这个钱 跟他挣的这个钱 是两码身 即使我多挣了这个钱 他还是要坚持 自己去再挣钱的 因为他自己也说了 挣钱就是他的 唯一的乐趣 你每个月给他家用吗 结婚之后 给呀 就是有一部分钱 就是大家要一起花的 放在一个卡里面 你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是吗 其实我们俩的压力 没有说特别大 但是我就是比较爱花钱 我花完钱 我就再挣钱 就是一个死循环 你觉得生活压力大吗 男生 他花的钱 都是自己挣的钱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压力 你知道他花多少钱吗 不知道 他有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他有多少钱 你知道吗 大概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你这么多钱 对 好嘞 我们来听听今天 一直在下面听着的 刚刚这两位哥哥姐姐的看法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 这是必须要要的 事业肯定也是双方收拾最好 所以希望你二位能够 互相包容一下 走近一点 和谐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你们俩看起来 我觉得一个自私的人 碰到一个自我的人 马女士 你会相对自我一些 但是你为什么 可以跟她结婚呢 恋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你相对来说 是满意的 然后结婚之后 你发现 这个人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不行 我还是要做我自己 你不会去反思说 为什么她跟你结婚之后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男生的话 我说你自私啊 你自私的点在哪呢 就是你说想要 靠一个孩子来维持关系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现在你不够吸引她 你不是她人生中 比较的大的那个核心点的话 你们俩都不可能 就去生孩子这一步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想要通过一个 让她有更大的 对她来说 现在要有一个 更大的负担的东西 来尊重她的负担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爱她吗到底 爱 你爱她多一些 还是爱钱多一些 是吧 钱 那结婚之前爱钱多一些 爱她多一些 她 这个中间呢 为什么就从爱她多一些 变成爱钱多一些 她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 就是这个比例就变了呢 就是结婚之后 跟结婚前肯定不一样啊 你要两个人的花销 结婚前就我一个人的花销 那比如这样讲 从现在开始 你花你的 她花她的 就跟恋爱前一样 你们的金钱模式 恢复到那个状态 你会不会又重新 爱她多一些呢 对 所以意思是男生 现在在花你的钱是吗 不是 就是小部分的 共同支出嘛 有这个 就家庭里面有 相当一部分钱 是你额外支出的 对 家大还是我大 就按照我们以前的观点来说 那肯定是家庭更大 因为每一个人 都需要家庭的原因 是因为社会有太多的风险 我们是为了去扛风险 所以我们必须要组成家庭 结果现在 你看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她突然之间发现 我没有家庭 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家庭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必要的 它只是个装饰品 就是你娶的这个太太啊 她是一个独立女性 所谓的独立女性 她不认为自己 从属于一个家庭 她和这个家庭之间 是平等的 是对等的 而且她会觉得说 我把我的一部分 分到这个家庭里面 我反而是少了一部分 这是她现在的 所谓的问题 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一个在一个 很好的原生家庭里面 长大的一个人 所以你认为 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们必须要有一些 共同的东西 所以呢 这里面就带来一个事 就是既然你选择了它 你就要去理解 它的所谓的独立性 然后呢 你要看到 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其实你也有 很大的不足 因为你没有让她觉得 你给她提供了 足够的支撑 这个支撑 足以让她放弃 很多在外面的独立性 第二个呢 我也想跟这个姑娘说 就是你赚钱是为什么 花钱 对 你花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的原因 是为什么 你享受生活的方式 有很多种啊 对 我能理解这个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整套流程下来之后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 但是没有情感温暖 就是你的 花钱的快乐 你赚钱的快乐 这些都是快乐 因为我差不多也这么一个人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情感的温暖没有 所以呢 这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把它叫做 效率怪物 就是你 我把所有的时间 都投入到赚钱 花钱上面去 我的效率 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我花钱 赚钱 却得不到温暖的回馈 所以为什么要有家庭 为什么要有情感 为什么要有人际关系 原因就来自于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想了 在一个生活里面 我们多少时间 是投入到赚钱 花钱这个循环当中去 来获得感官上的快乐 而有多少 我是要投入到 人际关系上面去 去获得温暖上的回馈 情感的回馈 这个东西 在我们生活里面 是必须要占据一席之地的 所以我其实很建议 每周抽一天 作为家庭日 这一天你就告诉 所有的客户 这一天我就是不回的 我就是要和我的家人 在一起 然后把这一天拿来 和家人吃饭 约会等等等等就可以 然后春节 年三十是一定要回家 不管回哪个家 这个是一定要给父母 一些感情上的回馈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给小伙子一个建议 我建议你 全面家庭主父化 你在家里面 好好地做家务 好好地未来带孩子 好好地把家里面 操持好 然后你是个健身教练 你可以做健身直播 你可以去把自由时间 拿出来给人家 去做健身教练 你不一定要 非得朝朝晚午上班的 你完全有一个 作为家庭主夫的 这么一个可能性 如果你回归家庭 让他可以在外面独立 再加上他把更多的时间 拿出来回馈家庭的话 你们日子反而能过得下去 好吧 就这样 感谢陆许老师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也有一些 自己的情感困惑 欢迎关注陆区老师的 微信公众号 同时要亮明 自己是爱情保卫站的 忠实粉丝 这样您将会得到 陆区老师的新人礼 有请张瑞老师 小吕 你不要把你女朋友的 这种独立化呀 妖魔化了 其实这个独立化呢 并不可怕 你会发现 独立化的地方 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就比如说 她不会像其他的女生那样 一直黏着你啊 一直缠着你啊 或者是她也不会 故意地卖萌 甚至于她也不会查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你要换一种方式 来跟她进行沟通 你发现了吧 现在你的沟通方式 是无效的 既然她想要好的生活好 你多赚钱 你给她这种安全感 让她能够得到满足感 好 那我这个月够花了 我存的钱我也够了 那我们多点时间 我们干点别的吧 那过年我可以回家了 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去观察 任何的女强人也好 或者说独立性格的女人也好 她永远都有脆弱的一面 你来发现她的脆弱 解决她的脆弱 把她的眉头给她舒展开 这是你要做的工作 比你说一万句 什么都好用 女生 虽然我知道你很爱钱 虽然你可能说出来了 钱可能在婚后 比她更看重吧 但是我觉得心里 你是在犹豫的 至少都是百分之五十吧 或者说你这句话 是用来激励她的 也是有种可能性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 你要给她一些爱 我觉得金钱 有的时候是冷冰冰的 你用钱买到的是 别人对你的服务 真诚的吗 但你老公对你是真诚的 我没张瑞老师这么乐观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岌岌可危 如果她现在还有的话 你们俩是说不到一起 不沟通嘛 吃不到一起 这要健康餐嘛 你要自己享受嘛 玩也不到一起 所以你们基本上没有交流 这里面有最大问题的 就是女生 你对于钱态度 到底是需求还是欲望 欲望 对 我告诉你 需求和欲望的 本质区别是什么 需求是可以被满足的 比如说我饿了 我吃了饭 我就没有这个需求 我冷了 我穿上了衣服 我暖和了 我就没有这个需求了 但是欲望 是满足不了的 是越来越多的 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算上它就是两次 上一次为什么失败啊 也是因为就是工作比较忙 所以你看 你对于你们的婚姻来说 你没有什么需求 你们现在 其实它要外头有点事的话 你压根就不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关注过它 没有关注过你们的关系 我觉得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是一个矛盾体 你既自卑 又自信 你是在自己可以掌控的 那个事业里面 我今天多付出一点时间 我能够多挣一分钱 挣一百块钱 所以你自信 但是你恰恰对情感当中 你很自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很缺爱 就你不敢去相信爱 所以说你就不敢在里头去投入 因为你怕受伤 拼命赚钱的背后 就是你觉得你没有依靠的 你靠不住任何人呢 为什么 如果不把这个点找到 如果不去和你老公敞开你的软弱的话 你们的婚姻别谈孩子 姑娘 最后跟你说一句啊 既然我们上一段恋情 就是因为我们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 而忽视了对方失败了 那么这次呢 就必须得有个全新的开始 谢谢曲伟老师 都说亲密关系 它其实是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是镜子 帮助我们在彼此身上 反而能够内观自己 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是有误解 不只是来自于对对方判断的误解 还对于自己需要的东西有误解 就像男生 误以为自己要找一个 和自己共同分担 生活压力的大女人 这个女人经济要独立 性格要独立 不黏黏糊糊 不老给我扯后腿 她真棒 你当时谈的时候 就是这么看上她的 对吗 但是你却没有发现 一旦结婚之后 你对她的要求变了 你希望她顾家 你希望她黏黏糊糊 你希望她虚长问暖 你希望她在家做饭 你希望她来伺候你 你自己在亲密关系里头 这个时候才真的认识了自己嗝 你骨子里要的 其实还是一个小女人 同样女孩也一样 你最早觉得她 你看身材练得 跟双开门冰箱似的 有安全感 对吧 而且一个健身教练 自己能够持之以恒的运动 持之以恒的吃那些东西 这样的男人 忍得住 有耐力 他身上有很多过人之处 对吧 我们都能在他身上 看到这样和那样的优点 但是你却没有看到的是 他挣钱的能力 或者说挣钱的欲望 并不强烈 他的确有对自己的 这一个严格要求 也能够长期坚持 但他并不是打算把这一点 放在赚钱上 而你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人 光有优良的品质 你还需要这个人给你提供足够的 经济上的庇护 你带着自己的独立 跟经济上不是那么好的 他组建了家庭 你在家里还贴了大头 所以你在这个家里觉得 我怎么找了双开门冰箱 我却越发没有安全感 一旦你不挣钱的时候 这个男人真能补足 每个月的八千吗 恐怕你心里头是有问号的 不是你不相信 他有挣钱的能力 而是你怀疑 他有没有这份激情 有没有这一份 肯吃苦去挣钱的意愿 这是人和人的不同 并不存在 有高下之分 因此你们要通过这一段关系 发现我们原本 可能不是对方期待的那副样子 但我们却又如此相爱 是不是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点 是可以吸引我们在一起的 刚刚说的 除了镜子之外 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呢 是老师 老师不是我教你怎么做人 而是我激励启发你 帮助你认清你自己身上的潜力 你可以启发他 让他知道他可以有一份温暖的家 愿意喂孩子好好做顿饭 愿意在年三十的时候 想回家跟家人们一起 看个晚会啊 然后一起吃个饺子 你可以激励和启发出他这一点 而不是要求 这个激励启发怎么做呢 是爱啊 因为带着爱在等着 而不是你的父母 带着要谈的话等着他 也不是你父母做了一桌的菜 带着不回家 就是个不称职的儿媳妇的责任 来等着他 而是老公我等你 我就想跟老婆一起 吃顿饭看个晚会 我爸我妈就是等你 也是因为想见到我们 我爸妈爱你 给你做了你爱吃的 你们直自媒体他家 他家就在你们的生活里 神奇地消失了 女孩应该也没有一对 等着他回家吃饭的爸妈 他的爸妈可能很多时候 爱呢也不是主动地表达出来 所以他最缺的是细腻温柔的爱 你跟他搞粗暴的 他可以把自己武装得特别坚实 一个人能独活 但你如果给他一点爱 就是告诉他老婆 我做了你爱吃的 今天回来不 可能他就会早一点回家了 因为我老公明明吃健康餐 却为我做了红烧肉 我怎么能不回家呀 这叫用爱去激励和启发他 而且这个姑娘身上 有一点特别棒 从来没说过 嫌你挣钱少 你又怎么怎么样 你又怎么怎么样 他对你没指责 没挑剔 最多只有一句抱怨 叫做对我太凶 他就吃软的 他就吃哄 婚前怎么哄 婚后怎么哄 你老婆是值得珍惜的 你如果没了这个老婆 接下来你娶不到一个 跟他一样好的贤妻良母 你想找的那一类的女人 那只是传说 具体怎么选择 还是交给您二位自己想 请回到门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登陆抖音搜索 爱情宝贝站官方抖音号 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 我们的导师会在线 和您打一解惑 您更有机会连麦他们 那么张先生和杜女士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这个出来是达成了什么共识吗 回家协商 那个低级心还是老公心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手心和手背哪个重要啊 手心 这老公也真的很好 但不管怎样 祝您二位幸福 谢谢 抱抱吧 谢谢您 甜吗 谢谢老师 谢谢 这么长时间 应该没有好好抱抱老婆 抱抱老公了吧 下台多抱抱 有谢谢 谢谢 谢谢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完整节目 那小吕和小马会不会出来 请开门 谢谢 谢谢 吕和小马会不会出来 您二位走出来没刚刚的哥哥姐姐甜 还心事重重的呢 达成什么样的共识了 我就是跟他说 希望就是后面能够用更多的时间 就一周哪怕就像老师说的 一周哪怕有一天 能够回来家里一块吃顿团圆饭 然后陪他去 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抽出一周抽出一天陪他 这提出了一个要求 你答应了是不是 你们达成了共识就行 抱抱吧 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谢谢您 表情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拥抱啊 比我们千言万语都有用 从他们上场的时候 两个人都不愿意离得很近 到最后抱完之后 实质紧扣的下场 就觉得真好 未来又会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让我们下期再见